恭喜肖凤胜阵营为广东家族的2023年度体贤阵营 也恭喜陈楚生对象成为2023年度的广东X渔乐 谢谢大家 我叫陈楚生 果然冠军就是冠军 做事说话总有着大家够不到的境界 其实很多人都没想到陈楚生这一次会拿到P哥的总冠军 毕竟就从先导片开始没几个单人镜头很不畅 再到后来正式播出0713男团被拆开 早就窥探到节目组背后真正想摇牙宝的人 可惜哥哥们都不想卖惨赚眼泪 而节目组在也扼不出什么能引发观众讨论的话题 连夜内人也都说P哥或许真的已经到了瓶颈 然而四公组队之际 王耀卿拒绝陈楚生部落组队 陈楚生一句谁也不能这样子来看我的部落 意外火爆全网 推动P哥走向新的热度高职 同时也让广大网友看到了陈楚生的个人魅力 后来四公五公陈楚生部落被灭的更是让很多人愤愤不平 而没想到最后总决赛校风声全员成团 陈楚生拿到首个双妖冠军 他的获奖感言是感谢每一个兄弟 感谢工作人员最后才是感谢他的家人 他真的理智的可怕 可又是真诚的动人 难怪苏醒会说听陈楚生唱歌学陈楚生做人 那么你被陈楚生圈粉了吗 欢迎留言评论